来看老屋成功翻身的例子 南化乌山有一间屋龄50多年的传统三合院 改建成了咖啡馆之后 坐在咖啡馆里 向外面看出去是可以欣赏到 家南平原的美景 而晚上的夜景也是特别美 而来到咖啡馆除了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景色之外 乌山的咖啡更是不能错过的独家美味 位在台南南化乌山风景区 有一间荒废50多年没人居住的三合院 经过改造 现在已成为游客喝咖啡用餐的地方 咖啡馆主人张宝坤表示 坐在室内往外看 可以饱览家南平原及美丽夜景 防御期因为山上空气好 环境优美 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 就是直接可以看见整个台南市的风景 比如说我们永安火力发电厂 它就是在那个茄定那边 所以说整个海平面 还有我们南科科学园区 都可以用肉眼就看得很清楚 而且是在下雨 下过雨后 整个那个雨过天前 那整个就是很清晰 能见度很高 看一段 不看我台南市都全没对 还不错 吃吃吃好 来两周 我不知道今天头一次来 在乌山开咖啡馆已经有17年的时间 张宝坤也从卖咖啡到自己摘种咖啡树 他认为乌山地势高 气温适合咖啡树生长 加上山坡地排水较好 种出来的咖啡豆特别有香气 也受不少游客喜爱 因此他也将自己所种的咖啡 取名乌山咖啡 那我们这边台南市来讲 东山也有东山咖啡 那我这边也是阿拉比卡 东山也是阿拉比卡 所以说我这边是 我就是称为乌山咖啡 那口感应该也 因为这个见仁见智啦 那可能跟乌山 跟东山那边的口感也是不相上下 经过张宝坤的巧思 并栽种许多种花草植物 传统三合院变身为咖啡馆 营造出传统跟现代美感融合的环境 让来这里的游客可以喝一杯咖啡 放松心情来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记者肖建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